金融人口比例最高的行政区安乐区人口有8万多人 市议员秦珍在总咨询时指出 有近于每日往返台北大量的通勤人口 如果捷运第二阶段能在安乐区规划设立长庚医院捷运站 将有效改善现有的通勤状况 安乐区有一个最大的出入人口的地方是什么 长庚医院 长庚医院可能比我们市场五出流口还大还多 所以说整个安乐区确实需要把这个捷运引到我们安乐区来 所以本期在这些捷运 那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把它纳入 我想请问市长你认为可行不可行 市长谢国梁达巡时相当认同捷运 如果能接到安乐区会更有效益 进入市区后可衔接火车站 我希望第二阶段是能够到安乐区去 然后希望能够在安乐区找一个路廊 再进到市区最后进到火车站这边来 我们承诺说我们努力的往那个地方走 一定会努力 我们承诺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彼此来签个字好吧 承诺一下 市长谢国梁应事议员秦珍签署 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规划设立长庚医院证实强调 我们是不是说一定是要往安乐走 这个还是要经过详细评估 我们觉得方向上应该是这样子 确切的路线及相关规划 仍然需经过详细评估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